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学琴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寒门子弟上大学》 它讲的是美国的寒门子弟如何融入精英大学的问题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指议过来应该是 有特权的穷人,或者是幸运的穷人 你可能觉得奇怪,穷人怎么会有特权呢? 他们又有什么可幸运的呢? 这里的特权其实指的是进入精英大学读书的机会 我们知道,在美国,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的问题非常严重 最好的大学基本上都被精英家庭的子女所垄断 这就像是他们的一种特权 《寒门子弟》要想进入精英大学极其困难 所以,少数逆天改命闯入精英大学的穷学生 就成了获得特权的幸运儿 然而,能进入精英大学并不一定就能融入大学 在一所由富人主导的学校做一名穷学生 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各种尴尬、歧视和侵犯 许多寒门子弟直到毕业都没有完全融入校园生活 他们不懂得如何与老师同学相处 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 对学校缺少归属感 有的甚至连学业也无法完成 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 著名学者刘晴老师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说 寒门子弟进入名牌大学总是鼓舞人心 但那只是半个励志故事 他们逆转命运的愿望 面临着各种或隐或显的障碍 有待深刻的制度与文化变革 而这本书之所以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问题 是因为作者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本人 就是一位上过精英大学的寒门子弟 他出生于迈阿密耶林区的黑人家庭 那里是一片破败不堪的隔离社区 被媒体称为被时间遗忘的街区 在成长过程中 他的身边基本上都是黑人 偶尔见到的白人要么是警察 要么是瘾君子 要么就是迷路的人 他的母亲做了30年保安 哥哥在学校和医院里做清洁工 奶奶给有钱的白人当保姆 像他这样贫苦出生的人 原本没什么机会上大学 但他凭借天赋和努力 考进了一所昂贵的私立高中 格列佛玉科学校 后来又进入美国数一数二的文理学院 阿莫斯特学院 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精英教育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名从底层逆袭上来的穷学生 他闯进了两所由白人附加子弟主导的学校 但他的贫穷身份并没有因为考入精英学校而被洗刷掉 反而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提醒 后来他到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依然关注寒门子弟如何融入精英大学的问题 于是他到一所全美顶尖的大学 做了两年深入的考察 采访了许多来自不同阶层和种族的学生 他还积极参与学生的社团活动 观察不同学生在学校的适应情况 最终完成了这部精彩的作品 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教职 这本书出版后 荣获了一系列学术奖项 包括2020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 皮埃尔·布迪厄最佳图书奖 美国社会问题研究协会 杰出图书奖等等 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都做了报道 书虽然讲的是美国的故事 但是他所描述的 是全世界精英大学里 寒门子弟的普遍困境 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 来为你介绍这本书 首先看看美国精英大学的声援 总体情况如何 以及精英大学的学生如何分层 然后看看不同层次的学生 在融入校园文化 与同学相处的时候 会遇到哪些问题 最后再来看看不同层次的学生 在与老师打交道 建立社会关系网的过程中 会遇到哪些问题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精英大学声援的总体情况 书中提到 根据经济学家拉结切地等人的研究 在2017年 美国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 也就是年收入超过63万美元的家庭 与那些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底层家庭相比 他们的孩子入读长春藤盟校的几率 要比后者高出77倍 另外 在38所精英院校里 来自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的学生 超过收入后60%的家庭的学生的总和 你看 美国精英大学 被富人家庭的孩子主导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于富家子弟来说 上长春藤盟校等精英大学 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们的家庭里 可能好几代人都在精英大学就读过 而贫穷家庭的孩子 想要进入顶级大学 难度极大 请注意 这里强调的是 由贫富差距而不是种族差异 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虽然财富和种族密切相关 总体来看 美国白人的收入要高于其他少数族裔 但是在白人里也有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 比如之前咱们在乡下人的杯哥那本听书里 谈到的阿巴拉契亚山区一带的底层白人 就是典型代表 同时呢 在黑人 拉丁裔 亚裔等少数族裔当中 也有收入处于上层的家庭 所以在精英大学里 既有白人穷学生 也有黑人附加子弟 作者研究发现 学生能否很好的 融入精英大学的校园生活 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家庭收入 另一个是高中时期的经历 也就是说 跟他们曾就读于什么类型的高中 有很大关系 这是作者的一个独特发现 根据这两个因素 他把精英大学的学生划分为三类 整本书都是围绕着三个不同类型的学生 在学校的表现来展开的 在对比中 我们就能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第一类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 他们来自富裕的精英家庭 曾就读于精英高中 这些学生以白人为主 也有一些少数族裔 他们进入精英大学 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很自然 他们也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主导者 第二类 作者把它叫做寒门幸运儿 这些学生虽然出身寒门 但是因为幸运和自身的努力 他们曾就读于昂贵的精英高中 包括私立的寄宿高中和预科高中等等 精英高中是进入精英大学的一条快车道 不仅因为那里的教学质量好 升学率高 更重要的是 它能让寒门子弟提前适应精英学校的文化 拓展他们的视野 为未来融入精英大学做好准备 而寒门幸运儿之所以能进入精英高中 往往是因为这些学校 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 而对一些成绩优异 但出身贫寒的学生 开放了少数名额 同时学校会对这些寒门子弟 给予高额的奖学金和助学金 所以有机会进入精英高中的穷学生 不仅不需要支付学费 有的连教材费 还有从家里到学校的往返路费都不用付 学校甚至还为他们提供 假期旅行 海外交换 医疗保险和置办东庄的费用 这确实像是享受到了一种特权 这些寒门幸运儿能接触大量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 他们熟悉了有钱人的生活习惯和学习方式 也懂得如何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也就是贫穷的家庭和富裕的学校生活之间切换 还学会了如何在有钱的同学那里获得认同 因而他们在未来的大学里也能游刃有余 但是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 他们没办法像富裕家庭出生的同学那样出手阔绰 有时候也会因为家庭的变故而陷入窘境 第三类是双重贫困生 这些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读于本地公立的社区中学 那些学校往往破败、拥挤、资源匮乏、教师不足 周边社区经常出现的暴力、吸毒、盗窃等犯罪现象 也会时不时地袭扰校园 许多学生都无心学习 逃学、矿课、辍学率很高 老师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教学 而是维持校园秩序 所谓双重贫困 一方面是经济上的贫困 另一方面是文化资本上的贫困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它主要包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 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以及一个人的综合文化气质 双重贫困生从来没有接触过有钱人 他们不熟悉精英学校里的规则 对大学校园文化更是完全陌生 这都是他们在文化资本上的贫困 这导致他们在融入大学校园时困难重重 你看 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虽然都出身贫寒 但因为就读的高中不同 他们对精英学校文化和体制的熟悉程度有天然之别 作者说 青春期晚期的经历 以及家庭以外的经验至关重要 这些经验能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他们此后融入大学的能力和方式 那么这三个类型的学生 在融入精英大学的校园文化 以及与同学相处时有什么不一样呢 先说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 他们进入大学 往往能很快地适应校园生活 他们会觉得校园里的一切都很熟悉 没有什么文化冲击 甚至大学跟他们的高中也没有太大区别 只不过大学的规模更大 有更多的国际学生 在精英大学会有很多他们高中的校友 甚至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亲戚 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 校园里的建筑 文化 制度 设施 都让他们感到熟悉和亲切 没有什么东西 令他们感到全然陌生 或者是不安 即便有一些他们没有见过的新鲜事物 但是那种新奇也不会让他们感觉自己像一个局外人 相反 他们会认为 这些东西就是专门为自己设计的 会转化为一种有益的经验 当然 比起精英高中 在精英大学里 有钱和有才华的同学更多 那些来自极富裕的家庭的孩子 平时坐私人飞机 开私人游艇 带名牌手表 背名牌包 穿名牌衣 享受奢华的旅游和大餐 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在校园里 富家子弟 有意无意的炫富和攀比 随处可见 同时 大学群英会翠 拿过各种国家级 乃至世界级科技 艺术 运动 写作类奖项的同学 数不胜数 校园里弥漫着 精英文化 不过 对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同学来说 这些虽然也会让他们觉得开眼界 但是并不构成强烈的文化冲击 也不会破坏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 他们会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 但是 双重贫困生 截然不同 我们来看看他们融入校园时的困境 能一路过关斩将 考进精英大学的寒门子弟 一定是品质坚韧 勤奋好学的 他们在从小成长的环境里 都是最好的学生 但是进入精英大学之后 会产生巨大的落差感 他们就像是闯入了一个 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里到处富力堂皇 精美考究 到处是身穿名牌 气质高贵的绅士淑女 而自己不过是 一个来自乡下 或者城市贫民窟的穷学生 这种差异 在他们的衣着 气质和言谈上暴露无疑 他们会感到强烈的文化冲击 会感到自己的贫穷和卑微 继而陷入低落 羞耻 尴尬 压抑和愤怒 无论是面对新同学 还是更大的学校社群 他们都表现得格格不入 难以顺利地融入校园生活 我们来举一些现实的场景 比如 同一个宿舍的学校 贫困生 从来不去校外吃饭 也很少出门买东西 他觉得食堂的伙食很好 而且自己已经为食堂套餐付过钱 如果不吃就浪费了 但他那些有钱的室友们经常说 我讨厌在食堂吃午饭 我去城里点了一只龙虾 你猜怎么着 才花了30美元 真不敢相信 在我家那里 要吃上龙虾 怎么也得80美元 这儿可真便宜 30美元 对那些有钱的同学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零头 但对贫困生来说 却是很大的一笔钱 更让人尴尬的是 那些同学 可能还会邀请他一起去吃 会说 咱们别在食堂吃饭了 不如出去吃吧 穷学生会陷入窘迫和为难 久而久之 就会主动避开这些同学 对穷学生来说 那些有钱的同学 生活太不真实了 他们会高谈扩论自己的旅行 自己对衣食住行的品质追求 他们享受着富人的特权 不知柴米油盐贵 完全没有钱的概念 那些穷学生只能近而远之 他们能考进精英大学 已经是全家最幸运的事 他们的家庭还在贫困线上挣扎 他们可能有一个早早辍学打工的姐妹 有一个稀释大麻的单亲妈妈 有一个因为打架斗殴 或者是偷东西而蹲监狱的兄弟 他们可能每个月 还要从自己的助学经历 挤出一部分补贴家用 在这些穷学生看来 那些花钱大手大脚 不知收敛的同学 既不懂得辛苦工作的价值 也不明白老实赚钱的道理 现实的巨大落差 会让他们感到沮丧 变得敏感 沉默寡言 同学之间随意的聊天 都可能让他们的自尊心受损 总之 双重贫困生 在精英大学里 面临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冲击 他们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 来到这里 却发现 这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他们接受着助学经 但那就像是 有钱人给的一种施舍 他们之所以能在这里上课 不是因为他们能支付得起 而是仰仗别人的特许 这种感受 让他们很难完全融入校园 或者说 融入的时间 要比其他同学长很多 对他们来说 想要成为精英圈子里的一员 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因而 有的人会主动回避一些场合 有的人会退出学校社团 还有的人甚至干脆休学 好 说完双重贫困生 咱们再来看看 寒门幸运儿 前面提到 寒门幸运儿 与双重贫困生的不同 在于他们就读过精英高中 他们在高中阶段 就已经习惯了 有钱同学的生活方式 也有了一些 和富人打交道的经验 因此 如果说有文化冲击的话 那是他们在高中时就遇到的 而不是在 升入大学的时候才遇到 人在青少年阶段 性格和价值观 都还没有完全成型 在遇到环境变化时 会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也可以更轻松地适应环境 所以他们在高中阶段 就已经为未来的大学生活 做好了一系列准备 富家子弟的奢侈生活 会不断地扰乱 双重贫困生的心情 但是 寒门幸运儿 对这些早已经熟视无睹 他们在高中时代 就已经见识过那些 炫富的行为 他们也清楚地知道 那些奢侈品或者是周游世界的经历 远非自己的购买力所能承受 他们早已经看穿这个现实 也就不再为这些事情迷惑烦恼 就像书中一位同学所说 因为我的高中朋友都很有钱 所以 与有钱同学待在一起 对我来说 没什么冲击 他们愿意坦然承认 自己在经济上的劣势 同时 他们会更关注 大学和高中的相似之处 这种相似性会增加他们的归属感 他们可能会发现 大学和高中的一些建筑 有同样的风格和名字 一些管理制度很相似 一些不成文的规矩也很相似 比如在课堂上 你可以去质疑权威 但是你需要注意质疑的方式 还有 精英大学里 往往有很多他们高中的校友 他们的高中母校 每年都会往这里输送学生 所以他们并不感到孤独 他们可以轻松地融入大学 不断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 他们觉得 大学和自己的契合度很高 不过 对寒门幸运儿来说 家里的经济负担还是很重 这是他们在毕业前 难以解决的 家里的麻烦事 或者一些附加子弟 对他们的态度 偶尔也可能会让他们陷入烦恼 但是 他们已经在高中阶段 有过足够的历练 所以 基本上能应对这些问题 好 说完学生融入校园生活 和同学群体的情况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不同层次的学生 如何与教授 或者其他的行政老师进行互动 以及他们在建立社会关系网的过程中 会遇到哪些问题 为什么要跟教授和行政老师互动呢 首先 当然是学业上的需要 许多问题在课堂上不能完全解决 就必须在其他时间 向教授私下请教 学生的作业 考试 毕业论文 都要由教授给出评判 其次 教授和行政老师 手里掌握着丰富的资源 比如 实习岗位 保研名额 奖学金 和荣誉的名额 做研究入理的机会 工作机会 等等 老师们往往倾向于 把资源和机会 给那些自己熟悉的 喜欢的学生 另外 这些名牌大学的教授 也可能是你未来事业上的重要支持者 他们的师友和门生 遍布各行各业 通过跟老师建立关系 能撬动大量人脉资源 那么 三个不同类型的学生 是如何与老师们互动的呢 咱们还是先看 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的情况 这些学生 往往会积极主动地与教授互动 和老师搞好关系 无论是学业上 还是生活上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都会主动地 向教授们求助 他们能轻松自如地 与教授们谈笑风声 如果有机会 跟一些明星教授会面 他们会欢心雀跃 而且 他们交流起来 得心应手 毫不切场 不过 当他们的权益受损 或者认为 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 他们也会跟教授 距离力争 比如 认为老师给的分数偏低 他们会主动地 跟老师提出来 而不是忍气吞声 除了跟教授频繁互动 他们还会和行政老师 师兄师姐 建立起友好的联系 他们总是在不停地 扩展自己的交往圈子 也很懂得交往的策略 无论是在学业上 还是在课堂之外 人际上的交往 都丰富了他们的大学经验 他们往往会成为 各种学生组织的核心成员 如果他们热衷于学术 他们还能成为一些 重要学术活动的组织者 比如 邀请知名的学者 和社会活动家 共聚一堂 就社会话题 或者是学术话题 展开讨论 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熟练 得益于从小 来自家庭的熏陶 他们的父母 可能就是从精英大学毕业的 平时常常接触各界名流 他们从小耳濡目染 非常清楚 在各种社交场合 应该要怎么说 怎么做 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会把老师们 视作今后学术 和事业上的有力支持者 所以会尽可能地经营好 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那么 双重贫困生 又是什么情况呢 他们的情况 恰好相反 他们会想方设法 减少与教授共处的时间 甚至是完全避开教授 他们只要想到 要和教授聊天 就会心神不宁 他们习惯于自己埋头苦干 努力争取好成绩 而一旦要跟教授 或者行政老师打交道 他们就会紧张 难为情 就算在学业或生活上 有难以解决的问题 他们也不会主动 向老师开口求助 而是对老师敬而远之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 他们认为没必要 他们有从底层逆袭 考进精英大学的成功经验 他们深信 只要自己努力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问题 因而 没有必要去经营跟教授 或者是行政老师的关系 在他们眼里 那些拼命跟老师 搞好关系的同学 都是在拍马屁 想要捞取好处 是一种道德堕落 但实际上 精英大学的学业难度非常大 很多问题 只靠自己阅读材料 民思苦想 是解决不了的 而只要老师轻轻一点拨 或许就能轻松解决 但他们不愿意发起求助 似乎求助就代表自己无能 这种错误的想法 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成绩 每况愈下 只能拿到很低的分数 甚至连毕业都困难 很多困难学生 没法拿到教授们的推荐信 不是因为教授视力眼 而是因为这些学生 从不主动跟教授交流 教授都不认识他们 推荐信也就无从携起 其次 是他们不知道自己 有向老师们求助的权利 其实 美国精英大学的老师 每周都会设定固定的 办公室时间 这个时间 就是专门留给学生的 学生可以在这个时段 就任何问题去找老师 就算没有任何事 只是去闲聊 老师一般也都是欢迎的 但很多双重贫困生 不知道这个办公室时间 究竟是干嘛的 因为很多老师 并没有解释清楚 他们觉得 贸然去找老师 可能会打扰老师 另外 这跟他们以前的 受教育经历有关 他们都来自一些 比较差的高中 在那些学校 老师和同学的关系 总是很紧张 老师们的主要经历 都是用来对付那些 问题学生 处理学生 打架斗殴 吸大麻 早孕之类的问题 而好学生 通常是不需要老师管的 这让他们没有养成 向老师求助 以及跟老师打交道的习惯 他们也缺乏 相应的沟通能力 因而 他们在跟教授相处的时候 常常感到紧张无措 基于这些原因 他们总是回避教授 更回避各种行政人员 会刻意地与老师们 保持距离 他们更加没有 建立社交网络的意识 只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 学校庞大的资源 他们不懂得充分利用 就算在遇到棘手的生活 或者是心理问题的时候 他们可能也不会 向任何人求助 他们认为自己就能处理好 等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 他们可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寒门幸运人的情况 不同于双重贫困生 寒门幸运人 能轻松自如地 跟老师们交谈 在向这些师长寻求支持的时候 他们没有任何压力 他们知道 学校为自己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机会 那些老师 都是帮助自己实现学术 或职业理想的贵人 因而要积极主动地 争取老师们的时间和资源 不过 这种能力 不像精英学校的孩子那样 是从小熏陶出来的 而是在他们的高中阶段形成的 在精英高中 他们有机会去锻炼 沟通和表达的技巧 学校还会着重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 告诉他们 向老师咨询和求助是你的权利 不过 你要主动利用好这种权利 而不是坐等老师来找你 学校鼓励学生和老师一起讨论问题 遇到任何问题 随时都可以向老师发起讨论 或者是寻求支持 这些是精英学校里不成文的规矩 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 就已经懂得这些规矩 所以在精英大学里 能应对自如 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的精英大学里 很多家庭出身较好 有资源 有资本的学生 懂得经营关系 善于利用各种资源 壮大自己 而寒门子弟 缺少资源和资本 有些学生 为了维护自尊心 不愿意发起求助 一步步更加闭塞 狭隘 这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这也让美国许多寒门子弟 最终难以融入精英大学 这本书有很大的篇幅 描述不同的学生 在融入大学校园时的差异 并开放性地 把贫困家庭的学生 划分为寒门幸运儿 与双重贫困生 两种类型 寒门幸运儿品尝过 贫困线以下的生活的滋味 但也见识过 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 如何学习和生活 而双重贫困生 所经历过的只有贫穷 这种差异是以前的研究者 和教育决策者所忽视的 这种忽视会导致政策失效 或者造成一些扭曲 作者说 如果我们继续忽视这种差异 我们就无法打开视野 难以充分理解贫穷和不平等 如何塑造了当今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针对寒门子弟 难以融入大学校园的问题 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呼吁学校制定政策 加强不同出生的同学的互相理解 学校可以举办活动 促进关于多样性的对话 富裕家庭出生的同学 要更多地理解 贫穷同学生活的不易 不要对他们的痛苦 做轻描淡写的处理 要学会接受 其他同学的生活方式 减少炫耀和有意无意的冒犯 而寒门子弟 也要勇敢地调整自己 走出自己的狭隘世界 去打开视野 接触不同层级的同学和老师 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种世界观的扩展 一定要是双向的 另一方面 大学管理者和教育者 在制定政策 或者是教学的过程中 既要注意到学生的差异性 不能不加分辨地 把不同类型的学生混为一谈 同时也要注意保护 寒门子弟的隐私和尊严 不能在学生群体中 强化这种阶层差异 寒门子弟上大学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过去学界和公众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大多集中在 社会阶层固化 教育资源不平等 以及家庭教育缺失等方面 但这本书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它关注的是那些 克服重重障碍 考进精英大学的穷学生 如何艰难地 融入大学的问题 这是作者 源自切肤之痛的独特发现 在这本书的中文版 《妖风》上 有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 黄登老师的一句推荐语 他说 这是一部贴着写 却能飞起来的书 让人深思 也让人看到希望 我想 这种深思 有社会层面的 比如 如何通过在基础教育阶段 实行更公平有效的资源分配 来实现高等教育的平等化 也有个人层面的 比如 人如何才能克服 自身阶层的局限性 更主动地与外界接触 利用外部资源 实现人生的突围 也许 要解答这个问题 还有待时日 但是 作者为我们描绘出的 美国大学的图景 让我们看到了 需要反思和努力的方向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看全文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按钮 把这本书 免费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